有时最见不得你好的那个人 恰恰就是你的亲戚朋友 因为嫉妒和攀比的心理 让彼此的关系僵化尴尬 接下来案例中的女主人公 就遇到了好胜心强的小姑子 以至于一直被针对为难 小敏和丈夫宋清远是去年结的婚 小夫妻的日子过得也是有滋有味 她在一家外企做部门主管 而宋清远则是国企单位的一名科长 体面的工作让他们的生活富足轻松 他们的房和车也都是全款购买 偶尔购置些奢侈品也是毫无压力 因为不和公婆住一起 小敏和丈夫的二人世界还是挺幸福的 只是世事无完美 婆家唯一跟她不太对付的就是小姑子 虽然小姑子和丈夫是亲兄妹 可两个人的人生轨迹可不太一样 上学的时候小姑子就不思进取 成绩也一直在班级垫底 最后高考纸上了个专科 混到了毕业后就在家闲着 几次逼迫着才找了个收银工作 而丈夫宋清远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考上了不错的大学 研究生毕业后就校召进了国企 虽然是一家人可两兄妹的命运 也因为读书有了本质上的变化 从小敏嫁进来后 小姑子没两年也出嫁了 只是她的学历和工作都很一般 找的丈夫条件也不太好 就连小姑子的婚房 也是南方家旧房翻新的 据说小姑子嫁过去的当天 还委屈地哭了 非觉得自己命苦丢人 住的房子还不如搁个嫂子的 小敏知道这事后哭笑不得 因为他们的婚房是一起买的 贷款部分也是由公积金去还 而小姑子和妹夫都是普通打工的 福利待遇自然不能和他们相比 本以为小姑子只是有些任性 可后面发生的事情 让小敏的心里是越来越憋屈 有次过节举行了家庭聚餐 小姑子便早早地去了娘家烧菜做饭 而小敏两口子则因为 起晚了耽搁了时间 所以到了婆婆家后 小姑子已经把菜都做得差不多了 小敏来了之后 心里有些过意不去 赶紧去跟婆婆打了招呼 说了抱歉 可小姑子恰好端着排骨出来 边笑边说道 嫂子你不用不好意思 你跟我哥都是干大事的人 一个月底的上 攒小老百姓几个月的工资了 我们就是劳碌命 小敏听了这话心里就不高兴了 这不摆明了是在臭她吗 但是当着丈夫婆婆的面 也不能跟小姑子直接硬杠 所以她只能尴尬地笑了笑 猫进了厨房端菜拿碗去了 聚餐结束她很自觉地收拾了碗筷 生怕小姑子再给她戴高帽 当众让她下不来台 回家后小敏就跟丈夫抱怨了小姑子 可丈夫只是一个劲地劝她别和妹妹计较 而小姑子回家后也跟丈夫吐槽了起来 你说我嫂子 真是的 拿的钱多了就能不干活吃现成的吗 不就是工作好点 嘚瑟什么呀 小姑子的丈夫是个老实人 所以听完这些唠叨她也没表态 有了这次的隔阂 小敏就不太愿意和小姑子来往了 只是不到半年 小姑子一家又开始主动联系了他们 原来是小姑子听说 哥嫂涨了工资 非要他们请客吃饭 小敏一边埋怨丈夫什么话都往外兜 一边硬着头皮问小姑子想去哪吃饭 谁知道小姑子挑的地点 让她有些猝不及防 小姑子点名要去一家有名的高级日料店 而小敏知道那家餐厅人均都要五百多 她心里有些不高兴 觉得小姑子也太不客气了 他们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 可丈夫一听就安慰她别计较 还说就当她请妹妹妹夫吃顿好的了 于是周末的晚上小敏两口子就定好了位子 等着小姑子他们来 到了吃饭的时候 小姑子一家终于到了 小敏已经点了一些菜 可小姑子非说不够吃又拿来了菜单 结果又要了几个刺身 还有加了一些高级料理 这让小敏是心惊肉跳 她心里默默盘算着价格 估计今天这顿没有四千是打不住了 小敏整个过程都没有心思吃饭 生怕吃多了小姑子又要加菜 果不其然 快吃完的时候 小姑子嚷着说没吃饱 还准备上个和牛寿洗锅 还是小姑子老公出言制止 才作罢结束 当晚回家小敏就跟丈夫赌气说道 你就涨了两千多工资 你妹妹这是咋我们呢 丈夫脾气好 一直没吭声 吃饭这事很快随着时间就淡化了 可小姑子还是没准备放过他们 因为这两年小姑子的日子并不好过 丈夫不仅降了心 就连他自己也被单位裁员了 所以他只能继续住着老房子 省吃俭用地养孩子 再看看小敏家的日子 全款的新房新车 还有每月的高收入 保证了他们的生活滋润 这一切都让小姑子心里非常的不平衡 所以他就报复性地想着 给哥嫂找别扭占便宜 这不又找小敏两口子借钱 说是小孩子交学费家里没钱了 小敏知道小姑子要借钱第一反应就是拒绝 可嫁不住丈夫心软 还是借了一万块 小姑子没有打借条也没有写其他东西 看那样子就是不准备还了 果然说好的一年后还 都快两年了也没个动静 有一次小敏好生好气地找小姑子要钱 却被奚落到 嫂子 你们都是大知识分子 还差一万块钱吗 我手头宽裕了会给你的 小敏气得什么话都没说就走了 也暗暗告诉自己 以后不再跟小姑子来往了 可接下来 小敏的公公就要过65岁生日了 家里人商量着在饭店好好办一次 地点选在了高档大酒楼 而小敏提前给公公准备了一个大红包带去 吃饭的时候 免不了和小姑子碰面喝酒 她一直强颜欢笑 保持着面子上过得去 小姑子吃着吃着就问大家饭菜怎么样 还说这桌菜是她订的 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得开心 小敏正奇怪小姑子怎么大方起来 这奥龙羊排的 整整二十道菜都是硬菜 怎么说也得六七千吧 直到结账的时候 小敏才看透了小姑子的伎俩 原来她竟然当众让小敏去付钱 公公一听立马拒绝 说今天的账她来结 见小敏不说话 小姑子赶忙说 安押吧 哥嫂能挣 全出没问题 这话刚说完 小敏就站起来说道 清雅我跟你哥能赚钱也是凭自己本事来的 不是大风刮的 今天霸国生日你就不要上窜下跳的安排了 这话让小姑子脸色很难看 公公也出来打圆场 这才让场面稳定下来 回家后她就跟丈夫摆明了态度 说以后有小姑子的场合 她不会再去 案例中的女主人公摊上了一个眼红惹人艳的小姑子 好在最后及时反击 这告诉我们亲戚之间不仅忌讳红眼病 还要注意以下两个原则 一 迁就和忍让要给对的人 无论在什么样的关系中 都不要无底线地忍让和迁就 因为纵容换来的只有变本加厉和不知好歹 别幻想你的大度能感化别人 更别以为你的迁就能换来理解 案例中的小姑子就在哥嫂的一次次忍让中 越发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理所应当 所以一找到机会就给哥嫂添堵 占他们的便宜 殊不知人都是有尊严的 三番两次的挑逝 最后只是让自己尴尬难堪 所以在家庭关系中 不要因为是亲戚就一味地纵容迁就 要知道你的宽容和大度 应该留给真正值得的人 那些真正为你好在乎你的人 才值得给予最大的忍耐和迁就 二 无论在任何关系里 都要亮出自己的底线 俗话说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最难拿捏的一部分 所以即时看到别人的底线和即时展现自己的底线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人的本性都是你强他就弱 在发现别人损耗你的利益和尊严时 就要迅速做出回击 案例中的小敏夫妇如果能早点跟小姑子讲明白 也许也就不会衍生出更多的矛盾 所以发现问题就要及时处理 别等到事态越来越过分再去干涉 那时候产生的动静要远大于刚开始的处理 也会让双方的关系更加僵化 所以即时亮出底线不仅仅是为了保护自己 也是为了双方将来的关系 任何关系中都既会触碰底线问题 因为成年的世界中闹翻脸都是不那么光彩的 所以双方要讲究分寸 不要造成距离上的分割